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上個星期已經在那裡 首先公告大家新年進步 龍馬精神 有一個事情就宣佈了 因為我們在3月2號 梁香濃光學室會有一個村名 陳雄博士你應該都在3月1號 我們去提一提的原因是可能有些觀眾只看科學生資 這個節目裡面我們還沒有宣佈 但是現在報名的情況相當熱烈 剩下的名額就已經是相當少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報名的話 就盡快去打電話給你92672622 我們有工藝人員 專門為你去處理你的報名的 OK 春明當然要吃飯了 是不是? 講到吃飯 我們有些什麼新的科學新聞呢? 新的跟科學有關 就是告訴你科學家為你做了一碗新的飯吃 OK? 令到你一碗飯裡面就更加豐富 當然中間牽涉到就是一些都挺有趣的科技 還有最後我都會覺得是一個都挺造福人類的影響在那裡 所以這個星期見到這個新聞 我覺得值得拿來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台長你也展示了這碗很漂亮的 很有過年期望的這碗 你不要說很漂亮 我不是很想吃這碗飯 是啊 我覺得你去吃的那些日本飯都是差不多顏色的 但是我想大家先提出第一個疑問 其實糧食的問題 我想在人類的歷史裡面都是一個相當難解決的事情 因為大家在歷史上都找過很多次饑荒的 科學發展為什麼一直都沒有認真解決到這個糧食的問題呢? 就不要說解決 是有一些的進展是在的 其實譬如說我們很想去找一種叫Super food 超級食物的一樣東西 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吃的一樣東西 就不是很需要吃其他東西 你偏食到你只需要吃其中的這一樣東西 那基本上你大部份的營養問題 你就可以解決 有了這個東西的好處 你發覺有幾個方面的 譬如說有些地方它是那個資源缺乏 它可能只有一種農作物 但是又沒有第二種 你去運輸其他的物資過去 就成本可能高 你也都要把很多不同的各種營養散羞羞的運輸過去 成本也都會比較高 會不會有一種的農作物 它是可以 不一定是農作物 總之是一種可以吃的東西 它是可以供給你所有的營養呢? 我看過這麼久 你說如果在聖經故事裏面有提到的 你說以色列人流落抗野食的天上降下來的一種叫瑪拿的東西 你會發覺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吃這麼多年 這就是由神給他們的超級食物 但是他們抗染啊 他們寧願回去埃及吃火鍋嘛 是啊是啊 你覺得它是否值得死就是你們自己判斷 我們很想去找一種方便有營養的東西幫到人 以及也都是不時之需 另外有時候就牽涉到如果你說是太空旅行 會不會有些東西可以是很輕便地很營養很齊呢? 現存我們看到的糧食之中 其實都有一些東西是那個營養算比較齊的 譬如黃豆 黃豆來說它不只是給你那個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和少量脂肪這樣 再加上那一套那些這樣的維他命 它算是很齊的 但是當然算是很齊不代表完全齊 那會不會找到一些辦法可以做到一些更加齊 而且就是說可以更加接近我們平時日常糧食 或者是普通我們日常的糧食 再豐富了去令它有更加多的營養 於是乎就成為一種更加好的食物去救人呢? 這個問題我會說一直是有小小的發展 但是你很難說是可以得有完全解決的一天 但是在那個食物當中呢 我們最主要那個令到我們可以衛生 或者令到我們可以增長 是不是蛋白質呢? 你要長肉就一定有蛋白質 那如果你說只是飯那樣都OK 但是你如果只是吃飯 是不是能夠長肉長得很好呢? 那其實很視乎自己每人的天生那個能力 其實很有趣的 在地球上面有一些地方部落的人呢 他們就算在日常飲食裡面沒有什麼肉呢? 他們透過吃一些普通的碳水化合物呢 他們一樣都可以長肉長得很好 那這個就很視乎他們的長度生態 會不會有一些可以幫你去將來自碳水化合物糧食的一些飲食 和其他的一些就算不是肉類 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植物的飲食合併了 令到你去長肉長得更加好 那有人會有比較高的能力 那以我們所知 無論是碳水化合物還是蛋白質 都可以拆出能量來給我們使用的 但是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 你如果那個碳水化合物 它會甚至乎是形成到我們身體的結構那部分 就會更加重要的 那舉個例子 譬如牛這樣 那它不吃肉的 從一半來說 它吃草或者吃菊 但是它可以分解到那個能量出來 這件事情有問題 譬如說我自己也有做健身的 以前我也有一個誤解 就是一定要吃蛋物質 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做完健身 通常我們兩個小時之內 我們一定吃雞蛋或者吃雞蛋 那接著有人告訴我 其實不用的 有些人吃齋都可以練到健身 那這個當然我自己沒有這麼嘗試 我可以的 可以吃 所以不是一個說你必然要吸收這個蛋白質 那就可以去增加你的肌肉 植物有它植物的蛋白的 你抖淚就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你分不分解到那種能量出來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說糧食其實不止這個蛋白質問題 或者種植物的問題 舉個例子 譬如我殺了一些蟲 那些蟲 跟著沒有咬那些植物 那我們都可以做福人類 譬如舉個例子 當年DDT 很多人就覺得是一種增加糧食的方法來的 化肥 但是沒有一種這些東西 全部都有核胃症在那裡 所以你剛才說的超級食物 其實這個應該不應該是21世紀 就是科學家主要想想 就是突破那個糧食問題的一個方法來的 是的 這種方法可以來自幾個方面 但是我想我們今天這個新聞 就會集中講其中一方面 就是一些實驗室的手段 我們知道譬如一些耕種的方法 那些叫水耕那些方法 其中一種就令到可以更加集中 來去將那些農作物種出來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能不能夠基因改造 另外一個路數 但是有時候不是一定要用到基因改造的 你只是拿了一些細胞來做培植 主要是你去種植物 其實種植物就是你去增加它 令到它的量增多 那傳統你就依蠢著植物的生長周期 來繁殖它 令它多些 但是現在就想到了 有沒有一種實驗室的手法 去將無論動物和植物 它們都可以將它增量呢? 所以我們現在都聽過一些叫做實驗失辱 這些這樣的概念 我們之前都試過有做過一集 就專門講這個專題的 而且還要講的是 可能那個實驗失辱 變成非常之便宜的價錢 那個黃金交叉就很快會出現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次我們要做一塊有牛肉的飯 或者有飯的牛肉呢? 是的 現在就要解一下 台長展示出來這張照片 這碗粉紅色的飯 可能你會覺得不是那麼漂亮 但是其實呢 以成份來說是非常好的 它都是一碗飯 但是這碗飯很有趣 它裡面是非常多牛肉的細胞 所以你爬下去的時候 既是吃飯又是吃肉 那個口感很有趣的 那個口感會是怎麼樣呢? 它們就說是比較有一點點 好像果仁的感覺 其實果仁本身也真的有很多蛋白質在裡面 那現在就是這樣的肉類蛋白質 就好像結晶了在每一粒飯粒上面 令到你吃的時候呢 又有肉的營養 又有本身飯的營養 那為什麼會混了這些東西出來呢? 其實就不是說貪得意的 那這裡有一點故事可以說的 那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現在很努力地嘗試去 在實驗室裡做一些實驗室肉出來 那當然就是牽涉到 將那些這樣的譬如肌肉細胞 脂肪細胞 它們就在一個實驗室環境裡面 大量培植 令到越來越多 那於是那些這樣的細胞 你把它搭在一起 甚至乎中間呢 令到那些肌肉細胞呢 你放一些的 一些天然的添加劑下去 那些天然添加劑呢 不一定牽涉到肉的 可能也是牽涉到一些植物啊細菌啊 那它就會幫你促進了一些 肌肉細胞之間的連結 那好處就是吃出來 你又更加有一個真的肉的口感 所以現在那些所謂有些叫做 impossible meat那些呢 其實都是用這種技術呢 是令到一些原本是散羞羞 就是一層一層這樣搭上去的 這些這樣的肉的細胞呢 或者是那些植物蛋白細胞呢 是令到它吃起來有一個真的肉的口感 那麼我們要其中一個經常想的問題就是 你將它放在一個什麼的支架上 令到它能夠生得更加好 因為如果你一層一層它就二維結構 那它受過滲透來吸收周圍的養份比較容易 但是如果你將它搭高啊 令到它要再跟隔離口相互作用連結 令到它變成一塊真的像現實肉的東西呢 你很多時候需要一些我們叫做一個scarful 就是你可以理解中間是你要搭過 就是你的運營土要有一些鋼筋在中間 混在中間 令到整件東西是撐得起的 那麼有很多的嘗試的 那麼有人會放一些魚膠粉 那麼當然也會影響到你吃下去的口感 因為你主要是要吃它的肉質 而不是要吃它的支架 那麼現在在這個實驗小組裡面 是來自韓國的一個實驗小組 他們就將米飯來放進去做支架 那麼首先就是米飯一種很天然的材料 很適合做支架 就是拿來放很多肉類細胞 令到將肉類細胞撐起整個結構 你用米飯來嘗試去做支架行不行 那麼米飯本身也是有一個好的結構裡面很疏孔的 那麼我們期望它就是很容易地幫我 將這些這樣的肉類細胞 就吸附在這裡 而且米飯本身有豐富的碳水化合物 也都可以成為 供給這些肉類細胞營養的一部分 那就希望這些肉類細胞在這個支架裡面 是不單只有米飯作為支架撐起它 它也可以繼續吸收這個支架 令到自己生得更加好 所以最後就形成了 你想想技術很漂亮的一個位置就是 最後的細胞生得好又有連結 但是本身拿來撐起它們的支架又融入了 已經被它們吸收了 最後就希望用這樣的手段 來形成一塊比較漂亮的實驗室肉出來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發現很有趣 就不是這麼順利的 我們不是看到那些牛肉細胞 在米飯裡黏得非常好 又不算的 它真的要加一些魚膠下去的 就令它黏得更好 但是就是這樣一溝出來 就溝出了這碗東西出來 就是在一個中間的過程之中 有一碗 充滿了肉類細胞 在這些飯粒上面的一些飯 就這樣出來了 我們相信它們都算過了那些營養在那裡 可能吃那碗飯 就你吃一碗已經等於你吃了三碗飯 或者一個十公尺的牛扒這樣 但是我們長下短說就是 我們會不會遇見到有一天 這個科學發展令到我們不需要再耕種 我們純粹在那個實驗室裡面 就提供我們所有人類所需要的糧食 其實我們是希望這樣去做的 你們聽到好像很瘋狂 但是一個很實際的原因就是 你如果是說農作物耕種 你是需要用到光合作用 用太陽光去做的時候 你的農作物一定要平鋪在二圍平面這樣去種 你要越多的收成 你就耕地的面積你就要成正比 你就要佔用地面越多的地方 所以對於一些不是那麼多農地的一些地方 你的糧食生產就會受到製爪 就自然你去農食那個種植就會貴 所以如果你能夠把它放在實驗室 使整個耕種的過程 由二圍平面搭上一個三圍的結構 變成一個種植農業工廠 就是農夫我們以往想到就是落田濕腳 跟著插秧的過程 一變成實驗室的過程裡面 你發覺原來一個實驗室農夫 你突然間去一個廠裡 我就在這個廠裡 就和你大量生產肉、米等 我們是希望能夠做到這樣 因為我們覺得這樣的時候 一定是有數得計 就長遠來說是省到資源的 因為你將它由二圍變三圍 然後你就配合了綠色能源去做種植 然後你那些出來的污水 也都能夠集中處理 來去將某一些想循環再用的東西去做 目標上是有理由相信可以做得更加化算 所以現在你去製造這款這樣的飯過程 其中一個過度的貪得意的東西 就是它不是純粹想和這些素食主義者對抗 說你想做一些好像肉的齋 現在就做一些好像齋的肉 就不是為了這樣開玩笑的 而是在整個實驗室培植糧食的研究過程之中的一個有趣的副產品 但是你剛才說的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具體的例子 巴西整個亞馬遜的森林為什麼要開始部分的產品呢? 要是要種牛肉給牛吃草 甚至種東西 那種傳統農業 你多一個人多一把口 你就要再有正比地多這麼多面積的地 來去變了做幫人生產糧食 所以就會面對的問題 就是那個森林資源逐漸流失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特別的啟示譬如中國也是 你中國那個農地到現在是越來越少的 所以要輸入農糧食 如果在中國的角度來說 如果有一天大家的農地不用用來耕工 用來建豪宅的 那麽多發達 所以對中國來說 這也是一個相當之有戰略意義的科學發展 是 我們這一節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那些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還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呢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